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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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大家那時候還很安靜的在講說要拍什麼題目 我就非常說我要拍吃了 我當下其實很困擾 因為其實我不愛吃魚 我覺得 research 的時候對我來說會有點辛苦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魚好吃 我們拍法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拍法 我們是用四台機器在拍 一台是拍師傅的臉 一台拍他的手 然後一台在門門拍鍋子 然後還有一台是從上面往下拍 因為很多做菜都是這樣的動作 我是超級愛吃魚的導演 就像這樣 拍動物最困難的地方就是他 他不會跟你互動嘛 你給他指定他不會照你的方式去做 導演其實很希望可以拍到 魚很自然的一些狀態 但其實魚比我們想像中的敏感 他們第一他們會怕光 怕人 我們就決定在台北也設魚缸 然後可以就近拍攝這樣子 其實我這是第一次去大陸拍攝 比賽前一個禮拜才找到這個題材 比賽前一個禮拜才找到這個題材 所以我準備時間其實很短 中間就一度還蠻想死的 因為覺得怎麼樣都拍不到我要的畫面 我是這次拍觀賞於題材的導演 我叫蔡宥群 那我在很早以前就很想做一些有關 魚的議題的紀錄片 可是每一次都 這個趕片子都沒有機會 那這一次總要讓我逮到機會了 劉天河 我覺得他有那種憨厚 那種傻子的精神 我被他的精神感動 一瞬間的畫面 我想用高速的方式把它記錄下來 譬如說他們怎麼樣去洗魚啊 這也是在魚捞的過程中 我們也說那一瞬間你是不曉得的 那個 可能還是要有一點 我是愛上澎湖的導演姚子善 我是愛上澎湖的導演姚子善 我們第一次出海跟他出海就遇到颱風 那我們上船之後每多久大概就都開始到暈船在吐 連船長 漁工們他們都會暈船 更何況是我們的攝影團隊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捕捉到的精彩珍貴的畫面 來告訴全世界的觀眾 台灣的漁民辛苦勤勞勇敢的一面 他出漁的速度很快 有一條魚就朝我這邊飛過來 打到腳 然後看到流很多血 縫了五針這樣子 我是拍鬼頭到這一部的導演周文青 其實在台灣真正出遠洋去拍 這樣子一個主題其實很少見 導演有時候要兼攝影 攝影師呢他有時候要兼潛水員 收音的攝影助理呢 他有時候也要幫忙拍一下 人力上是以最精簡的方式 是因為我們不好意思對船 魚船上的作業造成太大影響 前三天我就是當機 因為我暈船 魚船長呢這個人他就是喜歡唱歌 他說他雙無座的藝術細胞很好 攝影師轉頭過來跟我說 快點攝影 又是阿魚快點快點 那是我這輩子游泳最快的一段時間 那種提心跳感的過程 對於所有人來講都是一種煎熬 這個東西是我們三個 有一點點冒的生命危險 拍回來的一支影片 我是莊森林 我是一個會暈船的導演 但是我卻拍了遠洋漁船的故事 我很感謝國家地圖 到跟外交部 讓我有機會參與這個 綻放真台灣舞的一個製作 綻放真台灣是一個全球播放的節目 這讓全世界的人知道台灣的美好 從小看到大的一個頻道 你沒想到自己可以就是 參與其中嘛 我們不再是看別人的故事 也不再是透過別人的眼睛 在看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希望這個系列能夠永續地進行下去 讓世界各地的角落的人 都能夠看到台灣 謝謝他們 我們創造一千的食材 只要季節到了 它一定會非常好吃 我們尊敬所有的紅色 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我們跟技術促進行 透過這個橋樑 達到組織修復跟再生的功能 我們獲得知識 通過傳統 我們找到勇敢 去抗爭海 這個島 這島 成為富製 與一種物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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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